这有问题 张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谈一谈 为什么要研读经典 这是一个我自个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的一种心得 因为最近在大陆 在中国好像研读经典变成一种风气 大家都在提倡传统文化 像最近因为百家论坛 虞丹这种现象 我们在外面看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么传统的东西引起这么多的兴趣 因为前一阵子虞丹也到过台湾去 热闹了两三天 虞丹的书在台湾也出版 报纸上热闹了两三天 好像没有后世了 所以我也很想了解 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经典有兴趣 其实在台湾那边也是在提倡这种经典教育 但是不是这几年才开始 就是很早就开始 像我在读高中的时候 我们有一门课程就叫做中国文化基本教程 我们叫基本上读世俗 当然不是全部读 他选了一些篇章 所以台湾在经典教育上是非常久的历史 当时这边正好是文革的时候 所以刚好成一个对比 今天有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我因为要留一些时间给各位提问 所以我花个时间不到两个小时 所以我想谈一谈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经典非常多 中国的经典非常多 那么这些年 因为我在中央研究院 跟台湾大学我都有工作 我在这两个单位都在推动一种研究计划 叫做经典诠释的研究计划 我们对这个传统的经典的内容要加以研究 然后给他们一种现代的诠释 所以让这些经典可以跟我们现在的生活 可以发生关联 所以今天我要向大家报告的就是 这几年来的这个研究心得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是不是都是文学院的学生 不一定 也有别的学院 所以我要用一个比较不同的方式来讲 因为如果我是光是对中文系 或者哲学系同学讲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那么如果大家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中文系哲学系的话 我可能就不同的方式了 所以我想比较好的方法 用举例的方式来说明 传统经典对我们现代人到底有什么意义 大家可能都读过论语 可能不一定读得很深入 也不一定读得很多 可是其中有一些文句 可能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今天的我想以论语里面有三段话 三段文字之为例子 来说明经典与我们现代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经典是 像论语是两千多年以前的 它记载的事情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 所以这个历史离我们非常远 在时间上是非常远 那跟我们现代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个可能需要说明一下 那我的演讲分成三个单元 这个第一个单元叫做 童子论学 经典的文化意义 这个 这个单元我是想以这个 论语第一章 第一篇学二篇的第一章 我想大家都听过 学识即知 不亦乐乎 有彭治也往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亦 不亦君子乎 这个大家都听过 我想以这一章作为一个例子 来说明经典的文化意义 我们常常谈到这个儒家传统 可是大家对儒家传统的理解都不大一样 有时候会相差十万八千里 可能对一些人来说 儒家传统是很好的东西 可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 儒家传统可能是很糟糕的东西 像这个在过去 在文革的时候 这个儒家传统是被批判的对象 西方学者在研究儒家传统的时候 也是这样往往是这样 譬如说在二十多年前 日本跟亚洲四小 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 在经济上崛起之后 有人就主张说 东亚的经济发展 可能与儒家传统有关系 可是到了1997年 这个金融风暴 这个时候呢 有人又有人反驳 这个儒家传统对这个经济发展的功效 那有人就说 那这证明这个儒家传统对经济 其实没什么好的效果 所以这两种看法 这个南原北策 可是不管怎么样 当我们谈到儒家传统的时候 它至少有一项 比较明显的特色 就是大概是我们很难否认的 就是儒家传统对教育文化的重视 这个 不管你怎么去理解这个儒家传统 这一点大概很难否认 我们再看一下很多这个 中国人比较到 到这个东南亚 移民到东南亚 或者移民到美加地区 那个 这个华裔子弟的这个 学期成绩通常都是 很好的 就是相对于其他的 这个传统背景的 这个小孩子 通常 这个成绩都是比较好的 父母都比较重视 重视教育 所以在儒家传统保存比较多的 国家或地区 人民的教育水平 大概都比较高 一般民众也比较重视教育 最明显我们在东南亚 比如像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这些地方 那个华裔通常为什么他们的 经济地位都比较高 跟他们重视教育非常有关系 那么教育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学 因为说有学就会有教 教与学是分不开的 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个孔子论学这一点 作为核心 来讨论这个儒家传统经 儒家经典的文化意义 讲到这个学 在论语里面有一些话 其实就是表明了这个道理 比如说在 在这个 各位看那个《论语书》 篇第二章 它有个学字 其实会就是教的意思 所以学跟教是连在一起 会人就是教人 所以一方面是要学 一方面是要教 那么 孔子自己 这是孔子自己的献身说法 他说他如果有什么贡献的话 那就是这两个贡献 一个就是学了不厌 会人不倦 就这两个贡献 就是学跟教这两方面 另外再看一个 术尔篇 这个意思其实跟刚才那个意思差不多 子曰若圣与人则无其感 就是学生说你孔子是圣人 是仁者 我说我不敢当 可是你说我有什么贡献就是为之不厌 其实为之不厌就刚才那个学而不厌 会人不厌 这个四个字完全一样 则可谓云而弼矣 只是这样而已 那他的弟子公习法 说正为弟子不能学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做弟子的 这个做不到的 所以孔子自己 他献身说法 说我的贡献就是这两点 那么另外一段 另外一段是在孟子里头 孟子公孙者上 这一段话跟刚才那段话其实差不多 不过那个问话的对象变成子贡 喜者 子公问于孔子曰 不只圣者不 子公就问孔子说 老师啊 你是圣人吗 孔子曰 圣者无不能 这个圣人 这个我做不到 但是我学不厌而教不倦 刚刚的一样 就是 学而不厌 会人不倦 一样的意思 一边是讲学 一边是讲教 那么子公就说了 学不厌就是智也 教不厌就是人也 人又智 人且智 那么这就是圣人 圣人不过就是两点 一方 既人又智 那就是圣人 所以我们不要看 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看清这个学 这个学其实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这 引来这三段话 就刚才这三段话 其实我就是要证明说 学与教在孔子的思想里 是非常核心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不要奇怪 不是 说这个为什么在 在那个论语里面的第一章 其实一开始就是 就是提到学 你看这个论语的开始 除了子曰那两个字里面 除外 第一个字就是学 这个这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学要时期 不亦越过 有孔子元 老公的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就是学 这个论语的这个编转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杂乱无章 好像杂乱无章 其实它也不是完全没秩序的 这个论语不是孔子自己写下来 是他的地址记录下来以后 后来把它编起来 编起来 但是他不是完全没有秩序 好像有点秩序 但是这个秩序有时候很难说 以前曾经有一个美国学者 在我们那里访问 他想做一件事情 他就要证明 论语啊 其实有一个 是有一个有机的秩序 每一句话 为什么这一段话出现在 都不是偶然的 他想证明 他用一套 因为前几年有一个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书 叫做圣经密码 圣经里面这个每个字出现都不是偶然的 他有一定的规律的 这个学者就想做这种事 结果在我们做了一个报告 结果所有的人都批评他 说你根本不能成立 所以我想 论语里面不可能是这样的 不可能这个 因为这个圣经本身是神说的话 这个孔子不是神 他不可能有这种密码 但是你说这个论语完全没有秩序 这也不对 但是这个秩序不是很严格的秩序 他隐约的还是有某种秩序 所以我认为他第一章出现这三句话 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 那这三句话大家都读过了 可能也会背 因为大家常常引用他们 其实这三句话都不难 字句都很清楚 字意的解释也没有什么困难 可是他的内容非常丰富 那我再问 如果你们读过这三句话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这三句话中间有什么关联 有什么关联 这独立的三句话好像没什么关联 这个 好像是随口说的 没什么关联 那么底下我要解释 这三句话是有关联的 而且他们出现在论语的第一章 不是偶然的 那么 那么照我刚才的说明 这个 学呢在孔子的思想里面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所以 所以这里面 除了子曰这两个字 一开始就出现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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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我们 如果把它翻成白话文 通常你把学翻成 学 学就是学吧 好像很简单 学跟习常常连在一起 学习 我们现在说学习 学就是学习 学的对象 这个没什么问题 但是 经典的难 难理解 往往就在这地方 你表面看这个 学时期 这是很平常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平常用 学习两个字来概括的 可是 在这句话里面 我们可以问 就 以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来讲 这个 学的对象 到底是什么 当时的学生 学的对象 跟我们今天不一样 当时的学生不可能学电脑 你们现在要学电脑 不可能学外文 是不是 他们学的对象 跟我们今天差别非常大 他们学什么呢 这句话本身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话很简单 就是要学了时期之 但是从整个论语里面 我们把它综合一下 可以断定 因为论语里面 谈到学那个 学各种东西 比如说他 他会谈到 宏哲他 学文 文学的文 谈到学理 就是这个礼貌的理 还有学诗 诗就是指那个诗经 学义 义经 还有学道 等等 把这些 讲到这个学什么的 这些话 把它综合起来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 学的对象就是 古代的文化遗产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 古代的留下来文化遗产 那么要学习古代的文化遗产 这就牵涉到传统 所以这个学本身 它就包含了 它就包含了 继承传统 这个味道 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读 论语一样 我们也是在学 古代的文化遗产 所以这个学的对象先弄清楚 那么接着呢 那这句话还有个问题呢 这个识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看白话 翻译 识常 识就是识常 好像大家都这样翻译 学习以后 识常去练习它 好像就这样 就识常识识 这个英文讲的是often 那么朱熙在他的 《四书章句集注》里面 他就说 这个 习什么 鸟朔飞 现在那个鸟 小鸟在练习飞 小鸟它不是马上就会飞 所以把它练习一下 月习也 这个月不是说了 它是心智旁那个月 既学又时时习之 所以他把那个时解认成 often的意思 时时 则所学者熟 而忠心喜悦 其境志不能一矣 因为你学得很熟了以后 心里很高兴 像背书 它的进步 它就非常快 停不下来 这是一种解释 把那个时解释成 这个时常 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 学习了以后 时常去练习 你不是很快乐吗 但是我问各位 你们都是学生嘛 如果老师要你们把课文念十遍 你会觉得快乐吗 你觉得烦死啊 是不是 很无聊嘛 觉得很无聊嘛 所以这种解释 这个传统的解释 其实跟我们的经验是不大相合 好像我们体会不出那种快乐 我觉得很烦 所以后来 在汉朝有位经学家 这个王树 不是 这个解释是在何彦的集结里面 这个王树 他引着这个王树的话 时啊 学者以时送习之 这个意思不大一样 以时就是 在适当的时机 来送习他 送习以时学无废业 所以为乐意 因为你在适当的时机 来送习他 你没有荒废这个学业 所以 这个好一点 把这个时解释成这个 以时 就是 用白话文来讲 就是在适当的时机 可是这个还是一样 这个跟我们的经验 还是不大相合 因为这个送习 还是一种 这个重复的重作 只会让他觉得很无聊枯燥 所以 不管把这个时解释成这个时长 还是解释成在适当的时候 这句话听起来没什么味道 好像老生常谈 不会感动的 你们被 不过如此 所以呢 此外 这就表示我们其实不了解 那个学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这边要强调 这个学 其实有一项特征 就是它不仅仅是一种 这个知性活动 也是一种实践活动 因为如果只是一种知性活动 再重复 没什么乐趣的 它不像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 把那个 把这个 学习当作一种 这个知识活动 就叫你背 它 不是要我们去学啊 一大堆 与生命不相干的知识 而是要 为实践而学 所以学的时间 对象是古代的文化遗产 它的目标呢 是道德实践 你要这样了解 你才可以知道 那个乐 为什么 不亦乐夫啊 所以学与教是相关联的 我们从 从前人那里学到 古代的文化遗产 然后把它 交给下一代 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一种 这个文化传承的关系 那么这个传承当然要重复啊 就是上一代交给我们 我们交给下一代 这里本身就有个 这是一种重复 这是一种重复 学必须要不断地重复 文化传承才能够 持续下去 那么 这种重复啊 同时就是一种创造 所以我们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 重复就是创造 这个 重复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表面上看起来 重复啊 其实是一种创造 只有这种创造活动啊 才会带来一种喜悦 如果只是单纯的在重复 好像在功能在那个生产线上 每天一直做同一个动作 这个不会带来喜悦的 因为这里面没有创造性 就是在那个工业革命以后 这个所谓的生产线 分工嘛 分的很细 那每个人 你可能在一个 每个人可能某一个功能 它就是 拴一个螺丝钉 拴一个螺丝钉 每天的重复 可能做几千次 那 那不会有喜悦的啊 因为你看不到你的成果 你看不到这里面有什么 什么创造力 因为你本身就变成那个螺丝钉一样 在这个整个生产过程里面 就跟螺丝钉一样 所以孔子所感受到这个喜悦 他一方面的来自于实践 一方面的来自于创造 所以他说 他说他自己啊 他说是这个 等一下 他曾经说啊 他自己是 发愤妄食 乐以妄忧 不知老之将至 对我们才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 我们要这样 只有这样来解释这个 论语的第一句话 我们才会了解 学为什么会 产生喜悦 这句话才有意义 才不会变成老生常谈 好 那么 这个是我刚才讲的意思 各位看一下 学的职业对象 就是古代的文化遺产 他的目标是道德实践 所以学不仅是一种知性活动 他同时也是一种实践活动 学与教职相关联的 这个我刚才讲过 好 现在我们看第二句话 有朋之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句话 外交官很喜欢用 在很多外交常客 他很喜欢用 有朋之远方来不亦乐乎 他变成一种外交辞令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他跟第一句话有什么关联 要了解这句话的关联 这句话跟第一句话的关联 他的关键在什么 在彭这个字 有朋之有朋的那个彭 我们看翻译的时候 彭就是朋友 有什么 很简单 有朋友从远方来 不是很快乐吗 不是这样 是不是 那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 朋友来跟你干什么 吃喝玩乐 还是干什么 当然很快乐 朋友来跟我吃喝玩乐 都很快乐 如果这样的话 他跟第一句话 没什么关系 所以按这个字面的意思 把它理解成朋友 不算错 可是 在这句话里面 那个彭的意思比较窄 彭的意思比较窄 彭的意思比较窄 那个 这里面呢 那么 有一位这个 有这个经学家 汉代经学家 叫包贤 包是那个 包公的包贤 是那个贤阳 贤阳神 那个贤阳的贤 他说 同门 约彭 同门的人 叫做彭 就是你 你们像同学 大概可以 就叫做彭吧 那么 朱熙是说 彭是同类 同类 同类就比较 这个 我们把它 解释起来 这个彭不是指一般 一般的朋友 是指那种 特别指那些 智同道合的朋友 这样 所以 你把它关联到 第一句话 你就可以知道 这里讲的彭 是指对 古代的文化遗产 有共同关怀 一起学习的朋友 也就是在 在学习中 相互切磋的同道 那 各位想一想 古代的交通 没有我们今天 那么方便 因为大家 我前几天 我到那个 到那个 长沙 那个岳路书院去 去 也去演讲 那岳路书院呢 当年就是那个 朱熙啊 跟那个张氏 张氏在那边 有一段时间 他在主持 那个岳路书院 那朱熙也到那边去 去讲学 他们常在那边论学 他跟你说 朱熙啊 朱熙是住在武夷山的 那么他也曾经 到那个江西的 那个俄胡书院去 也是跟 跟那个张氏他们 论道 我有一年 大概几年前 我从那个 我到那个俄胡书院去 去开会 然后开完会以后 我就想到 武夷山去参观 我就坐大坝 从那个 那个地方叫 他们叫岩山啊 坐大坝到武夷山啊 那个路啊 很不好 因为他没有 没有柏游路啊 很不好 那个非常颠覆 这个 坐了五个小时 然后我的骨头都快震碎了 你知道吗 开完会以后啊 照原来的计划 我要回到那个江西 然后从那边搭火车到南京去 那年就是那个 张廷国老师 就在南京 我不是去找你们啊 对不对 我本来是要回到江西 以后搭 因为我是搭火车到那个 到那个 到那个 那个 上 上老吧 然后从那边到 到那个 俄胡书院 然后本来学原路回去 可是我去的时候 骨头都快震 这个 震得受不了 我说算了算了 我说五一三买一张飞机票 直接飞到南京去了 一个小时就到了 是不是 这个是现在啊 现在这个 那古时候怎么办呢 在南宋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他走好几天啊 骑马呀 或骑驢子啊 他走好几天 你都跑到那个长沙去 那更不得了啊 是不是 是不是 今天叫你走好几天路去看一个朋友 你讲算了算了 我在家睡觉算了 是不是 那个还在南宋嘛 到春秋时代 想想看 那个交通状况 所以 在那个时代 要跟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论学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这个动力 会让这些人说聚在一起 如果他们没有 彼此都没有很强烈的文化认同的话 他们不会不辞千里啊 聚在一起论学 所以有彭之远方的 你要了解那个彭不是指一般 不是酒肉朋友啊 不是酒肉朋友 是指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共同的 是文化关怀的朋友 所以 所以这个话背后就含有一种 因为文化认同 而产生了一种 强烈的情感 这底下我就 各位看啊 那文化传承一定要在群体中才能进行 文化不是一个人创造的 因为他要传 他要这个传递嘛 所以单独的个体没办法展开 所以学与教都是发生在人与人的之间 所以这里讲的乐 是发源于因为共同的文化意识所形成的 这个联署感 这个solidality solidality我把它翻成联署感 因为这个本来是团结的意思 以前那个波兰工会叫做 就叫solidality 团结工会 那我这翻成联署感 因为大概有一个 我现在有一个 相亲历 所以这种归属感 不但使孔子感受到乐 也是他梦见周公 为什么梦见周公啊 因为周公是周代文化的代表 你没事梦见周公干什么 你不梦见那个电雨明星啊 梦见那个什么刘德华 什么的 是不是 为什么孔子梦见周公啊 所以孔子也说啊 那个鸟 他碰到那个 那个银者 银者嘲笑 哎呀 说你这样凄凄凰凰干什么呢 他说鸟兽不可以同群啊 无非私人之屠鱼 而生育啊 所以我怎么可以 跟鸟兽生活在一起呢 我不跟这个人 不到人群里面 跟这些人在一起 我跟谁在一起啊 是不是 就是你要走到人群 你为什么要走到人群 这个 在《论语》这个数儿篇里面 就记得孔子说 哎呀 圣已无衰也 久已无复 不复梦见周公 哎呀 我现在 年纪衰老了 身体衰老了 这个 很久没梦见周公了 表示他以前常常梦见周公 那么 孔子本身是非常自觉地 要继承这个周代文化的理想 所谓周文啊 所以在那个 在《论语》的这个《维子篇》里面呢 他就是 基在孔子啊 孔子师徒啊 他们跟那个 跟银哲 这个见面 那有个银哲叫做 叫做 杰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抱军 那个节奏 那个节啊 逆是那个 那个 掉到水里淹死 那个逆啊 那个 他就对子录说 说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 而谁以益之啊 这个 天下滔滔啊 就像这个洪水啊 这个是泛滥一样啊 这个 到处都乱糟糟的啦 谁有办法去改变呢 这个 这个 而与其 从 避人之事也 其若从 避世之事斋啊 这个 这个不大问题 我翻成白话 我们比较简单 就知道 天下纷乱啊 时局不可为啊 你与其跟着老师啊 白费心力 你不如跟我们一样 隐居一起来算了吧 那孔子 那个 天下 孔子是没见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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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 这个 因者是跟子录讲的 子录就把这个话 转告给孔子 或者孔子就说 哎呀 鸟兽不可与同群啊 无非失能之徒 他就是感慨 哎呀 我不能像你们那样 躲在山里 跟那个鸟兽啊 为伍啊 是不是 我们一定要进入人群里面啊 那 就完全你要到人群里面 才可以进行这个 文化的传承啊 那这样解释的话 就那个 彭子你这样解释的话 你就知道 第二句话 跟第一句话 就有关联啦 他就不是孤立了两句话 他就有关系啦 好 因为这里面就是什么 有一个 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就是这个 文化 文化这个概念 所以第一句话 就表示这个 文化传承的这个 有一个必要 第二句话 表示呢 文化传承一定要在群体中尽心 而且要靠这个 志同道合的朋友啊 所以这两句话是 有关联的 不是彼此孤立的 好了 先看到第三句话 他跟前两句话有什么关系 第三句话说 人不治而不孕 不亦君子乎 这个孕这个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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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意思 孕是什么意思呢 嗯 嗯 照这个朱金的解释是很好 他说这个叫做 寒怒意 寒是包含的寒 怒是喜怒哀的那个怒 怒 就是说 感觉不大好 这个叫做运 就叫运 就是 稍微带一点怒意啊 可是这句话 他有两种解释 过去这个传统解释啊 我不知道余丹怎么讲啊 因为我没买他的书 余丹可能 你们有没有看过余丹怎么讲 可是过去传统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就是说 他是从老师的立场来说 这里面讲说 人不知而不知 那个人啊是指学生 就是说 我们对学生要有耐心啊 即使他们学不会 就是不知啊 我们也不会生气 那这种老师他不是 不是像君子一样吗 这是一种解释 可是啊 这种解释不对啦 不恰当 而且他 他也 他也不符合这个整章的脉路 因为这个《仁与学和篇》的最后一章啊 最后一章是怎么讲 这个我没有把它讲 说不患人之不己之 患不知人也 所以你不要担心啊 别人不了解我 你要担心你不了解别人 其实就跟这个话说 不能配合嘛 人不知也不知 那个 比较恰当的解释是 是说 是说 我们要有自信 这是根据那个朱子的解释 我们要 做人啊 一个人要有自信 即使别人不了解我们 我们也不会 生气 这个生气不是非常生气 这个解释 就算 稍微生气 这个都不会吧 这个解释比较合理 因为这个解释 跟我刚才讲 那个《学二篇》的最后一章 那个说 不患人之不己之 患不知人也 这可以互相呼应的 可这句话好像很简单 好像很简单 你听起来很简单 可可你想容易不容易做到 说人不知而不运 容易不容易做到 因为他那个运 不是 这个 如果这个运是大怒 那我大概可以做到 就是说 别人批评我的时候 我至少会忍住我的气 不表现出来 这个 这个 当然也不是很难 但是我想很多人做得到 这个 我不知道 当场我不会发作 回去再去捶棉被 那另外一回事 那没关系 可是如果那个运是指寒无意 就是指 稍微有一点 有点这个 不平之气 那就很难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都有被别人误解过的经验 就 就 就 往往就当场就发脾气 如果被人家误解 就 有被父母误解 你们大概也被误解过 一定当场就发脾气 即使当场不发脾气 那事后还是很难过 可能三天都 都不想吃饭 所以一个人被误会的时候 心里可以非常坦然 照常吃饭睡觉 这不容易 非常难 这经济很高 这句话跟前面两句话的要求 刚刚相会 因为前面两句话是要求 我们留在群体当中 可是只要我们留在群体里面 就有被误解的可能 这个时候 你就要 可是这个时候呢 你在群体里面被误会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要超越群众的判断 你要不当回事 你要有自信的人 所以你被别人误会以后 你就耿耿于怀 当你们被别人误解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你们从小在学校里面 一定要感受到所谓的 在心理学上叫做 叫做同财压力 同财压力 就是你的同伴 都去打电动玩具 你如果说我不打 你就被鼓励了 你不跟他们去打 你就被鼓励了 你的朋友都有手机 你没有手机 那你又被鼓励了 因为他们都互相用手机 通话 你就被排除在这个圈子里面 你的朋友都去看某一个电视节目 结果你没看 人家谈了心高采烈的时候 你根本听不懂人家讲什么 这叫同财压力 小孩子特别会感受到这种压力 为什么现在有些学生 会沉迷于电动玩具 或者去吸毒呢 往往就是这样 往往就是因为同财压力 如果现在在美国 我不晓得在中国怎么样 在美国中小学 吸毒的问题非常严重 吸毒啊 吸那个大麻 或者那个什么 这个骨科茧啊 这种非常严重 往往就是这样 一个单集里面如果有一个小孩吸毒 他就会缠染 那么 因为如果我的好朋友都吸毒 那我要是不跟他们同样去吸毒的话 那就被孤立了 对一个在成长中年轻来讲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经验 我想你们都会有体会 非常 就是如果你不要被你的同伴所孤立啊 不被同伴所认同 或感觉到孤立的话 这个非常强大的 非常强大的压力 所以你不要以为 人不知而不韵啊 是非常容易的 那对大人也是一样 也是非常非常难 就是 所以做到 就非常困难啊 特别对年轻人啊 就特别困难 所以我们要有所谓的抗压性 抗压性 不要这个顺应流俗啊 那大家都这样啊 我不一定这样啊 比如说我现在是 像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是很少数 还没用过手机的人 我们单位要给我一个手机 我说我不要 我给我女儿用 但是我女儿也是到 也是到 他六年级小学 六年级的时候 才有手机 他同学早就有手机了 我自己都不给他 但是我就是要他培养 这个 人不知而不韵的精神 不要被 这个同财压力 抗压性 要有抗压性 那我现在还在抗压 对 因为我不喜欢手机啊 你待个手机 人家随时都找不到你 你有自由啊 对 可是现在你们 我想每个人都有手机 对不对 有谁没有手机 那你很了不起 跟他了不起 所以 所以这样吧 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我不一定要这样 我要 我要不要跟别人一样 就要靠我自己的 这个理智判断来决定 所以在《论语宪问篇》里面 就是有一段话 孔子说 莫我知也夫啊 没有人了解我啊 那个我这边讲个笑话 前几天听到笑话 有人就说 那个 那个论语里面 有俄罗斯人 怎么有俄罗斯人说 你看 莫我知也夫啊 这不是个俄罗斯人吗 俄罗斯人在后面都是一个什么夫嘛 哈哈哈哈 好吧 这是开玩笑的 那子宫就问孔子说 何为其莫子子 为什么你说 为什么人家不了解你呢 不了解老师呢 孔子说 不怨天不由人啊 下学而上达 知我者齐天乎啊 哎呀 孔子就讲 他好像有自信嘛 他说我 人家不了解我 既不怨天也不 也不埋怨天啊 也不责怪别人啊 下学而上达 天知道我就好了嘛 天了解我就好了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这个精神 就是你要有自信的人就是这样 这个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了解我 也没有关系啊 所以你看这个 孔子的抗压性很强啊 这个 他有他自己的主见 他不会这个 不会这个 随着世俗而臣服啊 那么这样来 你看这个解释啊 现在这三句话就可以连贯起来了 第一句话是说 第一句话强调 学必须在传统的脉络中进行 第二段话 第二句话是强调 学必须在社会的脉络中进行 所以当孔子由下学而上达 并且期望以天来见证他的学的时候 他肯定的学对于 传统脉络与社会脉络的超越 这就是第三句话 你这样看起来就得了 第一句话 前两句话跟第三句话之间 有个张力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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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个张力是个 有个必要的张力 所以这三句话就够成一个完整的意思 所以这里就谈 顺便谈到 儒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常常被误解 西方人也很早 他就有一种沉浸 认为说儒家所讲的道德 是一种顺应社会的道德 这个最有名的就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所以黑格尔认为孔子所谈论的 基本上是一种世俗道德 可是我们以论语来看 儒家不是这样 所以孔子也说 三君可夺帅也 批夫不夺志也 那这样的人 其实他的组建非常强的 他怎么会随着世俗去转移呢 而且这种组建 他正好是由于文化的传承 而来的信心 那这三句话我这样解释 好像听起来有点吊诡 一方面我们要接受这个传统文化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对传统文化 又必须加以批判 所以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 继承了以后呢 我们才会有文化的自信 如果我们没有文化传统的支撑 他不容易有文化的自信 就会跟着这个流鼠走 那这就牵涉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都二十一世纪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网络太发达了 可是网络是一个瞬间即逝的东西 你每天上网 那里有多少信息 成千上万的信息 媒体很发达 可是媒体的报道 只有一两天的生命 只有一两天的生命 所以网络跟媒体它只是一种刺激 刺激会引起反应 可是过了一两天以后呢 新的刺激又出现 他再反应一下 然后又新的 那么就这么经常 刺激反应刺激反应在里面 你停不下来了 你停不下来了 所以一个网络与媒体结合的时代 基本上对文化的传承 基本上是不利的 因为大家没有时间尽孝心来去思考 文化与历史的意义 所以在这里我引述一段 哇这是一个台湾的专栏作家 叫做南方硕 不是东方硕 他的笔名吧 笔名叫南方硕 他本名他姓王 叫王姓庆 但是他的笔名叫南方硕 在1999年的时候 这个科索沃要独立 要求独立 原来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地区 叫科索沃 他们独立 南斯拉夫政府就派兵去攻打科索沃 以后这个欧洲联盟就派兵介入 介入这个 那么对于这场战争 当时有很多相关的报道 但是这个南方硕就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写了一篇评论 这个标题叫做什么 叫做战争的真相 战争的真相 有一段话 其中有一段话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相关 我念一下 我没有把它打在那个PowerPoint上面 他说 现在这个时代 记者及知识分子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光环 媒体则取代了他们的角色 媒体记者不是学者 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去理解一个问题的复杂因素 而且这样的理解也不需要 记者的视角是现在和现场 他们不理会过去 也不关心现场之外的复杂因素 在记者的眼里笔下 一切有众深深度的事物都被压成扁平 当媒体说眼见为平和画面不会说谎时 他们其实早已掉进了一个更大的系统性盲点中 所以各位听了我的演讲以后 希望你们要对媒体有点警觉 媒体是有很大的副作用 它会制约你的思考 媒体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因为非常方便 而且它不断用各种画面去吸引你的眼光 你看电视你看多精彩 你看伊拉克战争 哇好像你就在生理其境一样 可是呢 那是真相没错啊 它是真相的全部吗 它是个非常片段的真相 可是它背后的东西你看不到 你看到的就是 美国那个 用那个飞弹打到那个伊拉巴格达棒 你就看到那个真相 真相有非常小的一部分 那背后是什么 它不会分析的 新闻电视记者不会分析 因为它都是用秒来算的 你知道吗 它那个报道新闻都是用秒算的 一则新闻30秒 它必须要结束 所以为了保持独立的思考 你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去上网看电视 这是我给各位的忠告 这是第一段 现在我就进入第二个单元 古代思想与现在法 这个问题就是牵扯到 最近在武汉大学 吵得沸沸扬扬 那个所谓 富位直隐 只会富隐 各位可能也知道吧 那个什么亲亲相隐的那个问题 跟邓小芳跟其他的学者 吵得一塌糊 因为都已经吵了好多年了 也不是今天又重新 还继续吵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 就论语里面有一段话 就这个 这个是大概被现在误解的最厉害的一章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最早是有几位学者 就说你看嘛 这个儒家是一种腐败的根源 就政治腐败的根源 你看就这个话 那个业啊 其实应该念成社 那这个破银子社工 社工 他问这个 不是有这个所谓 社工浩龙 社工问子路约 吴党有职工者 其父郎羊 儿子正直 我们家乡里面有这个 很职的人 他的父亲偷了羊 他的儿子就去 就 我就举发他 我爸爸偷了羊 这个人不是很职帅吗 很职帅 孔子约 吴党是职工者 异于是 在我们家乡 那里所谓的 职帅的人不是这样 他说 父为职隐 子为父隐 父亲偷羊 儿子偷羊 父亲 儿子偷羊 父亲 掩父 职就在其中 这个话就被误解了 就是因为 这个所谓 这个辩论就是因为 因为有几位学生 像刘清平啊 他们就说 你看这个 这个不是在搞 那个裙带关系吗 是不是 如一家不是从 2000多年前 就是鼓励大家搞裙带关系 这个这个 互相掩护啊 父子互相掩护做坏事 可是这个 这就是 那个就是那个 不是后来那个 那个 就这个书嘛 后来 因为我上 我大概2005年来开会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书 就是 郭吉庸叫做编了一个 《儒家人理真名》 这个书很厚啊 2004年初版 有六七百页 可是还没完 反正后来还要录取 郭吉康在这边一本书也这么厚啊 还没炒完 是不是 好 那要回过来 我 为什么要特别引述这一段文字 就是 针对现在这个 就是前几年的这场辩论 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辩论 因为 因为 因为中国在这个 改革开放以后 那个 有贪腐的现象 蛮严重 有人利用这个特权来 贪污赚钱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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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为什么会这样 有的就归于这个 传统文化的因素 其中 这话常常就 就被提出来了 当然像郭吉庸教授这些人 就反驳 他说 儒家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 除了 除了 这一段话以外 还常常引另外一段话 引另外一段 这个孟子里面的另外一段话 这个孟子进行上 还有另外一段话 有另外一段话 也常常被引 这个我也不太简单讲一下 这个 陶印 陶印是孟子的弟子 陶印就问孟子说 说顺为天子 高谣为士 谷守杀人 则如之河 顺做天子的时候 那个高谣为士 士这里大概可以 大概相当今天的法官 这个高谣是法官 谷守是顺的爸爸 是顺的爸爸 顺的爸爸杀了人 那怎么办呢 你说顺要怎么办呢 他爸爸杀了人 他又是天子 他底下的 他用了这个高谣为士 作为这个法官 那孟子说 那就抓起来吧 直之而易 就抓起来吧 那他爸爸犯罪 他也不能说 不能跟高谣说 你不可以抓我爸爸 那你就是以私害公 他就抓起来吧 那个 陶印就问他说 然而顺不尽云 他说那顺然都不会 不会叫这个高谣不要抓他爸爸 那孟子就说 这个顺无德而禁止 顺怎么可以去禁止这个高谣去抓他爸爸呢 不有所受之 因为他有他的责任 他的责任就是要去抓犯罪的人 所以你不能叫他不抓 那怎么办呢 这个顺其实很为难 是不是 因为 他一方面他是天子 他要维护这个国法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是他爸爸犯了罪 他能不能忍心 他爸爸被神之于法 这很为难嘛 是不是 他都有亲情嘛 那么 怎么办 都孟子就怎么去解脱了 他说你看 他说啊 顺势弃天下 有弃必邪 必邪就是破邪子了 他你说顺这个时候 你天子不要干了啦 赶快辞掉了 还把他当 把这个天下当中的破邪子一样扔掉了 就不要干了 趕快辞掉了 辞掉了 你没有责任了嘛 你不是天子的嘛 你这个 在功的方面 你没有责任了嘛 然后呢 切腹而逃 背着你爸爸逃走 尊海滨而逃走 尊海滨而逃走 沿着海滨 跑啊 终身薰难 这个 这个 反正 你就 心安理得了 乐而望天下 就是 你忘记的时候 我曾经当过天子嘛 你就 这个话 也是被人说 你说你看他 这个圣不是以施害功吗 是不是 你不是以施害功吗 你怎么可以 可以袒护这个罪犯嘛 你应该把你爸爸抓起来 送到高瑶那边去 啊 是不是 然后让他这个 被绳之以法 这个话 刚才那段话 不是 有类似的问题 都被认为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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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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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助长这种 这个贪腐嘛 啊 可是其实 底下那段话 他是一个 底下那段话 其实是碰到一个 我们在伦理学上 碰到这个义务的冲突的例子 就是说 当你有两个义务相冲突 你顺座为天子 你有个义务 你要维护国法 可是你作为一个 儿子 你要 你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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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孝顺你的你的父亲 那这两个冲突的时候 你怎么解决这个冲突 就是你把这个 你就辞掉天子的位 那你这个 冲突就不存在了 那你这时候就 酸心去照顾你爸爸 你没有冲突 可是其实这样 这还是一样啊 就是被认为说 那这样还是以施害功 你作为一个公民 当时当没有公民这个概念 可是你 你也是在国法的这个 管辖范围之内 那你等于是阻碍这个 虽然你的力量 不像这个天子那么大 那你还是 还是阻碍这个国法的这个制裁 对你父亲的制裁 所以所以 所以有些学者 就是说 哎呀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是以施害功 那加上刚才那一段话 所以等 这不是等于证明说 这个儒家欠缺现在的法治精神 那么 可是这种解读 事实上是有问题的 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 不是 不是 并不是在儒家 只有儒家容许这个 清清相饮 几乎在所有 法文化的这个 其他文化的这个 法律制度里面 都有类似的规定 比如说 看那个 那个 这个论文集里面 就收有几篇 那个 有个这个 法律史家 这个范中信先生 一篇文章 他有一篇文章 中西法 法律传统中的清清相为饮 这个状况是对的 就是说 事实上从古代中国 古希腊 罗马 到近现代 从西方到东方 从奴隶法 封建制法 到资本主义法 甚至社会主义法 均或多或少 或生或前 可以存在的 清清相为饮 之类的规定 这个话是对的 当然你要详细 要去看这个文章 他举了很多例子 很多例子 这证明什么呢 这个不是儒家的专利 这个清清相饮 说复位之音 这个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那 那个就 那你说西方的这个 法律里面也有这种 那你是不是也要说 哎呀 这个西方文化也鼓励 走后门搞全代关心 总不能这样讲 其他文化也是这样 天下乌鸦一般黑 是不是这样 原来不是嘛 其实啊 这个解读是错的 就是你把这个 这个复位之音指 为什么把它 移解成这个 这个裙带关系 这个解读是错的 其实那个清清相饮 它不是鼓励啊 以失害功 而是要避免使人民陷于啊 义务的冲突 那个 这种规定本身是建立在一种 普遍人性的基础上 在台湾的这个 这个刑事诉讼法里头啊 一百八十条 有一条规定 就是我们在法院上 有时候这个法官可以传证人 说证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得拒绝证言 他有很多很多 我只列一个 现为或成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 五亲等内之险亲 三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子 这当然包括父子关系在内 假如今天 比如说今天如果我的父亲犯了法 被抓起来 那么法院要传我去作证 我可以拒绝作证 我可以基于这一条 说我拒绝作证 法律不能处罚我 我可以拒绝作证 另外呢在 刑事诉讼法一百六十七 配偶五亲等之内 内之血亲或三亲等内之姻亲啊 图立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 而犯第一百六十四条或第一百六十五条之罪的 减轻或免除其刑 这个就是顺啊背着他父亲逃走啊 假如被抓到了 可以减轻或免除其刑 因为这是亲情啊 他帮助他父亲逃走 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是亲情 根据这条法律是可以 甚至可以免除其刑 你不能说你包庇人犯 他跟一般人去包庇人犯是不一样的 他可以免除其刑 这是台湾的法律啊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这就 这都 表示台湾这个法律啊 是基本上继承了这个传统 这种复卫指引指挥复引的精神 那可是有人就认为说 那台湾的法律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所以才有这种规定 可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不是嘛 那个范中信先生已经讲过 我们其他法律有类似的规定啊 这个 我现在就 以我亲身的经验来说明 反正邓小王先生不在 不然他应该 他应该听到我这个 这个亲身的经验 因为我在 我在十几年前曾经带着佳伦 到德国去 去访问一年啊 那时候我 我还没去的时候 我就请一个朋友 帮我去租一个房子 租一个房子 因为我带了小孩嘛 我那个小孩很小 才五岁 你这个租一个房子 结果他就去找了一个仲介公司 那个仲介公司 其实那个房子根本不好 但是那个仲介公司就骗我那个朋友 说这个房子非常抢手啊 你不赶快签约的话 马上就被人家租走了 哎呀 我那个朋友就 就相信他的话 就叫我赶快签 我就签 现在我的导师 我在德国的导师 他又帮我找了一个更好的房子 他又帮我找了一个更好的房子 那我就有点危 他问要不要签呢 那我的导师说 没有问题吧 那个 那个房子 原来那个房子应该 他可以另外找人去租吧 后来我就 我就又签了一个月了 签了一个月以后 我去那边 我第一个房子我一天都没住过 我付给他 大概相当于一个半月的房租的那种仲介费 然后再付给他第一个月的房租 我一天都没住过 可是那个房子就是始终租不出去 我还帮他登广告 就是始终租 因为那个原来那个仲介公司 都骗人嘛 明明那个房子是租不出去的嘛 那个 他骗人嘛 那我就跟那个 第一个房东讲 我说你怎么不能叫我一直付嘛 因为签约是签一年 然后你的房子一直租不出去 我要一直付你的钱嘛 我付两个房租嘛 是不是 我说我再付你一个月好不好 他不肯 他叫我一直付 那我就不付 我就不付 不付他就告我 就上法庭告我 告我 那我就要跟他打分尸 我跟他打分尸 我跟他打分尸 那个时候就在法庭上就出现一个问题 当时我的 我就 我就在德国上过法庭了 跟他告上法庭 做决定 他就问他 你愿不愿意 因为我是被告 他不是被告 因为我是签字的人 所以我是被告 他不是被告 他变成证人嘛 那法官就问他 你愿不愿意为这个事情作证 他的意思就是跟台湾的法律一样 他可以拒绝作证 如果他的证词对我不利的时候 如果他还去作证的话 那我回去就觉得会骂他甚至揍他 你怎么会害我 对不对 我们那夫妻的感情就完了嘛 对不对 如果他没有这条法律的话 那他非作证的话 他不能作卫证 作卫证他也要吃官司的 也是犯法的 因为他的证词对我有利 他说我愿意 那没有问题 那就没有义务的冲突 对不对 如果他的证词是对我有利的话 那他都能愿意嘛 他可以帮我的忙 如果他的证词是对我不利的时候 他可以拒绝作证 那时候因为他的证词对我有利 他说我愿意 德国法律也有这种规定 而且我亲自这个 这个 这个有这种经验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夫位妻隐嘛 妻位夫隐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儒家特有的规定 也不是台湾的法律才有这种规定 为什么因为 这个 大家想想说 为什么要有这种规定 这个问题 你们其实比 为什么 我相信郭其勇老师 他们啊 他们为什么会出来维护这个 这个 你们比我更有这种体会嘛 就是你们想想看这个 如果我发现那个 在那个论文集里 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这个 亲亲相隐是 是对的 为什么 你们有文革经验 是不是 你们有文革经验 对 你在文革的时候 大一灭亲啊 不是吗 不是大一灭亲吗 这个鼓励子女检举父母 老师检举学生啊 夫妇相互检举啊 对 真的 可是到现在 你们 因为我听很多 虽然我 台湾的 我没经历过的文革 但是我也听很多人在讲 你到现在 还在同一个单位里面 大家见面都很尴尬 你当时是富强检举的 你现在这个创伤没过去 文革过了多久 是不是 这个 还有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 过去到德国还没统一之前 那个东德的国家安全部 他就安排了大量的这个县民 去监视人 人民的生活和言论 所以这个柏林卫像倒塌以后 那个 德国统一了嘛 那个德国政府就发现那个 东德秘密警察留下来的大批档案 大批档案 那当时那个秘密警察 因为他倒得很快啊 那一下子就吹锅拉朽 那个 他们就 把很多东西用那个碎纸机啊 把那个档案用碎纸机碎 但是没有全部把它碎掉嘛 那个德国政府就是很厉害的 他说你要碎纸机碎了 我就找人全部给他黏回去 他不惜成本 因为那个 他就变成条子嘛 纸条子嘛 你花人工就慢慢把它黏回去 是不是 把它复原了 结果 这个 这个档案呢 他们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法律 后来定了一个法律 来处理这个秘密档案 基本上是可以公开的 就是你当事人可以 比如说我可以去 去要求去 这个德文叫做 Stasi Stasi 就是国家安全局档案 你可以去这个 怎么样 去看说 我当年我的档案是什么 谁 那你一看 那你一看 哇 隔地的老张检举过我 可能我老婆也检举过我 去打小报告 平和以堪 哈哈 呵呵 呵呵 所以 所以 我想郭老师他们就了解 这个 这个 其实 这是违背人性 所以现在的法律 基本上是 这个文明的法律 所以它有这种规定 所以 所以 它基本上 不是要鼓励我们 走后门搞 裙带关系 所以这根本是对儒家的误解 你就发现 夫妇之音 只会夫妇 直在其中已 直就是公道 对不对 其实那个 那个事情你要怪谁呢 就怪那个什么 法官 你法官你干嘛 传儿子去 去做证嘛 你法官要打屁股嘛 是不是 你法官不能传儿子去 去做这个 这个对他父亲 这个不利的证实嘛 而且现在的法律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叫做什么 叫做 监默权 比如说 我犯了罪被 被抓了 我可以一句话都不回答 你不能要求我自己作证 来证明 我的罪 都一样 这跟 跟证明亲人的罪是一样的 我跟我的关系还更密切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 因为台湾那个就是 仰心04年的时候 那个总统大选 不是有两颗子弹的事件吗 当时陈水扁 在游街的时候 莫名其妙挨了两颗子弹 没死 对不对 那个事情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不是谁干的 那个现场全部破坏 凶手也没找到什么 后来他们去抓了一个 从那个监视录影带去抓 抓到一个人 一个叫陈毅雄的人 所以 那个人 因为他出现在那个录影带 他从那边跑 他也不是说看到他拿枪 只是说他从那边跑过 他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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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他急着破案 这个检察官就去起诉他 结果 非常巧 还没起诉 结果那个人就莫名其妙淹死了 淹死了 他做案的那个枪呢 就某一个人卖给他的 那个卖枪的人也死掉了 也莫名其妙死掉了 那全部都是死无对证 后来那个检察官是非常糟糕 检察官就 就找了 这个陈毅雄的家属 他的老婆 还有他的子女 去作证 说你父亲是不是有表示 对这个陈水扁的不满啊 平常有没有这种言论啊 来这个这个 他是不是有买枪啊 后来这个事情 其实他是胁迫的 那个检察官没有把他们 当事人的权利告诉他们 他应该把这个刑事 诉讼法 这两条应该告诉他们 说你可以拒绝作证 但他们 不像我们这样有知识 他们就是一般的这个 这个老百姓不一定会看这个 那个 儒家伦理真名吉嘛 他没有这个 没有现在的法律 所以你被抓到那个 那个检察官里 他就怕了 他就什么都讲 后来我们就开记者 帮他们这个 申冤了 所以你這檢察官辦案根本就違法 你那個證詞是不算的 是無效的,沒有法律效力 就這樣他就違背這個法律 你怎麼可以叫他兒子,叫他的另一半 去證明這個人犯罪你 這個是無效的 而且你沒有他的權利當場告訴他們 所以這個例子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事情到現在,我根本認為是假的 自導自演 好,現在看這個第三個 《理的人性基礎》 這個 這一段是要講這個 講另外一段文獻,就是《倫陽過篇》 這個文字啊 我待會再來解釋 你先看這個 這個《理》是儒家的核心概念 之一 所以儒家強調理教 可是現在的中國人很討厭《理》 所以《武士運動》的時候就說儒家是禮教殺人 就是 因為這個《理》這個東西他們很討厭 他要約束禮 要約束禮 可是很怪 這些年來呢 有一批美國的漢學家 他很喜歡《理》 因為他們美國沒有《理》這個東西 因為《理》翻成英文很難翻的 他們好像把它翻成這個 Civility 在《理》這個字很難 有時候翻成Richard 但這個不大好 這很難翻 但西方沒有一個完全對應的概念 因為這個西方文化裡面沒有的東西 所以 因為那個Richard R-I-T-U-A Richard這個字 它基本上在西方是跟宗教有關 所以它不完全等於儒家所做的《理》 因為這個美國文化裡面沒有《理》這個概念 所以這些美國漢學家就很喜歡這個概念 為什麼 這我也可以體會 其實我也可以體會 因為你在西方的這種 這種 社會 一個 現代社會生活 因為它 它是靠 基本上是靠法律去解決 徵端 像我在德國碰到那個例 我跟他也沒什麼仇 我跟那個原來房東也沒什麼仇 根本 原來也沒見過面 我們講一講 不合理 我沒住你一天房子 你還要維持繳房租 我們就和解算了 他不肯 他堅持他的權利 你跟我簽了一年約 我這房子還沒租出去之前 你一毛錢都幫你掃 他就不合理 當然法律上他站得住腳 可是不合理 對不對 這個沒道理 這個基本上是沒道理 而且那個仲介公司還騙人 所以 所以動不動 美國人碰到這個爭執 動不動 他就要靠法律去解決 很喜歡打官司的 中國人就很怕打官司 那怎麼辦就訴諸禮 就訴諸禮 所以在這些美國漢學家心目中 這個禮是中國文化裡面的好東西 跟這個武士時代 一般中國知識分子的感受 剛剛相反 這很怪 就是常常是這樣 文化裡面沒有東西 我就把它想像得很好 我們已經有了東西 我就想像得很糟 都是這樣 就是 老婆是別人的好 文章是自己的好 就是這樣子 人性就是這樣 可是我不管 不管美國漢學家的看法 還是武士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看法 這個我們不管 反正禮這個東西當然有優點也有缺點 各有利有弊 那麼現在我們來討論這個禮是什麼 我現在就 就回到這一章 這個章文字稍微講一下 我們再來討論 載我 載我很有名 因為被孔子罵了好幾次 罵得最厲害的就是奏琴那一次 白天睡覺 奏琴 所以孔子罵他 朽目不可刁眼 一罵他就出名了 所以被老師罵不是壞事 那這也是被罵 這一段話也是被罵 那載我呢 載我就是三年之三 因為過去那個傳統 其實在孔子之前就是這樣 父母過世以後要守傷三年 三年其實不是整數 不是說整整三年 不是三十六個月 就是有人在研究都 所以三是個約束 不是整整三年 因為有兩種講法 有一種講法說是 其實是守二十五個月 漢儒他們講法 有一種說是 守二十七個月 但不管是二十五個月還是二十七個月 都很久嘛 對不對 你們現在 其實都很久 時間都很長 那你這段時間什麼事都不能幹 那麼問題是孔子以前的周代 是一個貴族社會 所以三年之商 本來是貴族社會的理智 可是到了孔子的時代 這種理智就很難維持下去了 因為一般人 而事實上很多人已經不遵守 很多人不遵守 很多人不遵守 就是 所以 就這樣 所以宅伍就說 哎呀三年之商太久了 齊應該念成姬 那姬就是一年的意思 一年 這個字 一年 守一年就好了 三年太久了 守一年就夠了 他的理由是什麼呢 第一個 君子三年不為禮 禮必犯 三年不為禮 禮必崩 我們平常講 禮壞禮崩 就是這個話 就是 你在守牆的時候 你什麼事都不能幹 你這個不能為禮 也不能為月 那這個禮月就荒疏掉了 你就會 對不對 習禮掩月 那就會禮壞月崩 那 這種思考是一種 功利主義的思考方式 他是從這個 從這個行為的可能的後悔 來過過 來判定行為的合理性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一年就夠了呢 為什麼你不六個月呢 為什麼一年就夠了呢 為什麼一不一年半呢 為什麼平平一年呢 他有個道理 他說 舊穀寂末 新穀寂登 鑽穗改火 機翼可以養 這個在北方嘛 這個山中是在北方嘛 這個山中是一年一成的嘛 不像台灣一年收三次到的嘛 他是一年收一次嘛 對不對 你每年到秋天的時候 那個舊的穀子已經收割了 就寂末 然後你開始種上新的穀子 這每年一次嘛 鑽穗改火 鑽穗改火這個要解釋一下 就是以前沒有火柴 也沒有打火機嘛 對不對 你要怎麼起火 就是鑽木取火 鑽木取火 鑽木取火的時候 你每年四季有不同的木頭 你要輪流的用 因為它 就朱熙這個極柱裡面 墨就是 就是你的鑽啊 春取雨柳之火 夏取早信之火 秋取這個 反正一種木頭 我也不知道什麼東西啊 冬取這個淮潭之火 一年而周 每年就是循環一次 所以你這個稻谷啊 從舊谷即末到新谷即登 是一年 然後你用這個鑽木之火 這個循環一次也是一年 這一年是什麼 自然季節這個循環的一個周期嘛 是不是 周期嘛 所以這樣說 一年就符合這個周期嘛 這個意思啊 就是說 一年之商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循環 他就提了兩個論點嘛 這個 第一個是從這個後果 後果來說 這是一個功利主義的這個論點 第二個呢 一年之商符合自然秩序的循環 可是孔子不贊成這兩個理由啊 所以他就反問他 反問載我說 所以你在手傷的時候 你手傷的時候 你還去吃 這個道是好東西啦 因為以前平常 都比較貴的 就是我們現在沒什麼好事 普適合通常吃雜糧的 吃稻米這個是比較享受的 緊張的時候 是好的這個布 那你在手上面吃稻米啊 穿醜衣啊 那心裡安不安呢 宰我說安 那怎麼辦 公子說 乳安那個不是女安 是乳安 你如果安的話 那進去做吧 你就去吃稻米啊 穿這個仇衣嘛 是不是 然後他就開始教訓他了 說 君子之居傷啊 君子在手傷的時候 食指不甘 你吃這個好吃的東西 也不覺得好吃啊 聞樂不樂 你聽到這個音樂 也不會覺得樂快樂 虛處不安啊 你住著也不心安 故不為也 所以你這些事情他都不做 精辱安則為之 那你如果做這些事情 你都心安 你就去做吧 那宰我出去 就走了 走出房間了 孔子就在背後罵他 他已經罵過一次 在背後還要再罵一次 所以魚之不能 魚就是宰我 也叫宰羽嘛 就是魚啊 他的名字 他說宰我真是不能啊 只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你小孩子出生了三年 你才 父母要抱在懷裡三年 以後你才能夠走路嘛 才可以自己獨立這個 對不對 才可以脫離這個牆寶嘛 不過三年 為什麼要三年之傷呢 就是因為天教之同傷 因為他的根據是 父母抱你不在懷裡三年 你回報他三年 這很公平嘛 魚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 你連手傷三年 你都不肯的話 那你怎麼回報他這個 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呢 這個意思 所以 因為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說孔子 就堅持三年之傷 可是我的解讀不是這樣 我的解讀不是這樣 孔子不是反對 你知道孔子 對那個理的態度 沒那麼僵化 事實上沒那麼僵化 你知道嗎 這段話 在我看起來 他不是反對改變 不是說那個理三年之傷 一定不可以改 那是你基於什麼理由來改 他如果 才我講的這兩點都不成立 他基本上是要基於這個 人性的基礎 就是這個人 魚之不人也 所以他基本上是基於人 所以這個話很容易引起誤解 所以後來有人就批評說 哎呀 儒家又死骨不化 所以這不是今天才有人批評 在戰國時代這個莫子 就莫家就是批評這個儒家 所以莫家主張那個結帳 結帳 因為這個 那結帳當中就包含這個 縮短這個這個商期 可是如果我們深入了解孔子的立場 就不會有這種判斷 因為在這段對話裡面 孔子只是反駁載我縮短三年之傷的理由 並不等於是堅持三年之傷 所以這個 先說到孔子對李的看法 對孔子來講 李是可以更改的 這個有證據了 不是我隨便再講 文語為證篇就是 因應於下李 這個下商周馬 因就是商 商朝的理是根據這個周理而來 但是它有損益 有因格損益 它會適應這個新的環境修改 周的理是根據這個因商理 可是也有損益 因格損益 所以孔子沒有說這個理是不可以改的 他認為理是可以改的 那根據什麼來改呢 所以孔子自己是周代人 所以他維護周代的理智 可是他也沒有說周代理智 絕對不可以改 因為期貨寄周代 以後寄成周代的草物代 他也可以改 所以孔子雖然極力維護周代理智 可是原則上並不反對 根據時代的需要 去變更理 所以我們不能把孔子對宰物的批評 把它理解成說 他反對這個 變更這個三年之商 那孔子為什麼批評宰物呢 就是因為宰物不了解這個理的起源 他不知道這個理是根據什麼來的 因為他不了解這個商理 有他的人性的基礎 這個人性的基礎就是儒家所說的人 就是儒之不仁也 那個人 理只能根據人來變更 所以人是理的基礎 人性基礎 可是為什麼有商理呢 在孟子又有一段解釋 就是商理 這段解釋 這文字也需要解釋 因為這文字比較多生字 孟子這段話在講是商理的起源 當然這是一個從人性的基礎來說 上士就古代 我再把解釋一下 古代有不葬其親的 有的那個親的就指 可以指父親也可以指母親或者雙親 有的我們姑且指他父親 父親死了不葬他 他其親死 則舉而為之於禍 把他 他的父親死了以後 就把他扔到那個溝裡面去 丟到溝裡面去 就不埋葬 就把他隨便扔到溝裡面去 這恐怕在古代常常這樣子 沒有商理之前 他日過之 改天他經過那裡的時候 他發現那個父親或者母親的屍體 這個狐狸食之有狐狸在那邊吃 淫淚孤錯之 這個有很多解釋 我這邊不要 這個孤主要是這個孤 孤這個字 淫就是蒼銀 淚是一種蚊子 孤呢 孤有兩種解釋 一個是把這個孤解釋作語助詞 就是沒有意思 就是淫淚就是蒼銀蚊子 錯就是稀 口字旁這個錯 那這孤 第一種解釋說 它這個虛字沒有什麼意思 第二種解釋說 這個孤也是 等於那個蟲字旁的那個孤 反正女字旁改成蟲字旁 那麼他也是一種小蟲 第三種把這個孤 解釋成口字旁的孤 那它跟錯是一樣 都是一種吸食的動作 就變成動詞 這個不重要 這個小問題 反正就是有小蟲子在那邊 在那邊吸食這個屍體 大概釘在屍體上釘 然後在那邊吸食 這當然很狼狽 那個屍體非常狼狽 反正就是那個蟲子在那邊咬他 他父親的這個屍體 那這個人看到這種情況 其賞 其賞有蟲 賞就是這個額頭 額頭就流出汗 蟲就是汗 逆而不失 你的血眼不敢正眼看他 就不忍 不敢正眼看 蟲子也 他說他在流這個汗 當時可能只有他在 非為仁慈 不是因為被人家看到難為情 所以流汗 因為當時只有他一個人在 是心裡不安 忠心達於面目 從心裡的不安就 反映在他的臉上來了 所以就流汗 就這就表他心裡很不安 哎呀 所以 就趕快了 蓋歸返 馬上就回去 拿了什麼 蟲跟這個 蟻兒掩枝 這個蟲是什麼 蟲是好像這個 本機這種東西 塵土的東西 蟲就是 我們現在 相當我們現在的鋤頭 除了挖土的工具 回去拿了本機 除了這種東西 趕快把它埋起來 他都埋 眼之城市也 他把他埋起來 這個是對的 則孝子仁仁之眼齊青 亦必有道義 所以孝子仁仁掩埋他們 他們的父母的屍體 自然有他的道理 所以講那個 喪禮的起源 喪禮起源就是 心不冷不安 所以你才會這樣 所以宅我基本上 那兩個理由都跟這個不相干 他沒有抓住這個重點 你如果抓住這個重點的話 你可以改 但他沒有抓住 所以這就關聯到上面講 那個如安則為止 就是你安不安的這個問題 那宅我如果安的話 那你孔子也沒什麼話講 是不是 那你不可救藥 所以 所以 因為他把這個 這個人把這個父母的屍體 丟在溝裡面 讓這個不離 從此糟蹋 心裡 不安啊 所以一切理的基礎 都在內心都安不安 也就是說內心是人 所以這個理是可以修改的 但是必須要根據人來修改 而不是根據宅我所提出的那些理由來修改 所以孔子仁仁是反對他那個 那兩點理由 所以這一點那個 這個墨家跟這個儒家態度不大一樣 因為這個墨家主張結帳 他事實上是基於這個厲害的考慮 基於厲害的考慮 因為 哎呀這個商禮那麼浪費啊 可能儒家是反對完全從厲害的角度來看 考慮這個商禮的意義 他就從這個人性的角度來考慮 孔子講這一段話 他其實是在回應 他就是在回應一個 這個墨家的信徒叫做 儒之啊 儒是那個蠻儒的儒 知乎哲也的知啊 所以這裡面他其實 這裡面 這個這個 為他反駁儒之嗎 因為儒之 怎麼樣 儒之這個很好玩 他見了孟子他就說 愛無差等私有親死 墨家是講兼愛 所以 世人之親 有己之親啊 別人的父母跟我父母 一律平等看待 博愛 可是這個儒之很奇怪 他卻要厚葬他的父母 因為 他說因為這是我親人 我要私有親死 所以孟子說那你自相矛盾啊 那你既然把別人的 父母跟父母看成一樣 你為什麼單獨厚葬你的 你的父母 你為什麼也不厚葬別人的父母 這不是自相矛盾 所以天之生物實之一本 而儀之二本也 二本就是你 你有雙重的原則 原則不一致 是不是 他是這樣反駁 反駁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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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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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就回到那個那個 回到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三年之商這裡 啊 這個這個文字啊 所以 所以這個載我他基於這個 所謂救古即末 心古即登 鑽稅改火 即可以以這個理由 把三年之商改成一年 如果這個理由可以成立的話 那孔子也可以說 根據說 只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的理由 那三年之商也是 也是符合這個自然秩序啊 為什麼你那個自然秩序 就比我這個合理呢 那同樣是訴諸一種自然秩序啊 那為什麼一年之商 就比三年之商合理呢 可是你要注意 孔子上面提出那個 只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他不是用同樣的方式 他只是 這個 不是 他基本上是一種 不是訴諸自然秩序 這個 這個在西方的 哲學的概念來說 這個叫做 感恩原則 這個principle of gratitude 感恩原則 他基本上是一種 感恩原則 那麼 感恩原則上面 還有一個更高的原因 就是這個justice的原則 可是這裡是講那種 這個報偿 有兩種 一種是分配性的正義 一種是報偿性的正義 這裡講的是報偿性的正義 就是 就是你對我好 也對你好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justice概念 那個 我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個 就是 因為這個 在中國 那些美國和學家有個怪論 有個怪論 他們說 古代中國人 當然包括儒家 在討論道德問題的時候 不會使用道德原則 不會使用道德原則 他是根據美感的直觀 可是他就不是在批評中國 他們認為說 這個比西方人訴諸道理性原則更高明 可是我跟他們打過比仗 我說這個不符合事實 你怎麼說古代中國人不會使用道德原則 這裡就在用 這一章就在用道德原則 孔子就是根據道德原則來反駁載我的論點 那你可以說 那你訴諸內心的安不安 這個不是情感 訴諸情感 可是孔子也用運用了道德原則 事實上在儒家的這個倫理學裡面 情感跟理性是統一的 他並不把它截然化分 孔子不是只強調情感和不要理性 人當然是一種情感原則 可是他也是理性的 所以你知道 這就美國漢學家 為什麼這樣 對這個道德原則這麼反感 他們常常就批評到康德 說這個都是康德來的 這跟那個現在西方文化的發展其實有關係 因為從這個啟蒙運動以後 西方文化逐漸的理性化 我們可以說這個 現在西方法律 便是理性化的成物 譬如說現在社會的維持要依靠法律 法律本身就是由各種層次的理性原則建構起來的 你不重視這個理性原則 不可能建立法治的社會 可是法律這個東西也會讓人討厭 你就跟理一樣 你搞多了很煩的 因為法律也是約束人 就跟理也是約束人一樣 可是這些美國漢學家沒有被理約束過 他們被法律約束過 所以他們覺得這個理可能比法律好 因為你好像比較軟一點 至少沒有那麼硬碰硬 因為我完全了解他們這種感受 因為我講過 比如我在德國生活過 我非常了解這種感受 我舉個例子 那一次我帶我的家人到德國去訪問 因為你要辦德國簽證的話 你一定要辦健康保險 他才讓 你一定要辦健康保險 不然你得不到居留證 所以我就租了一個房子 那個房子帶有全套家具 因為我只住一年 我不可能會再一年去買一套家具 那後來我那個孩子才五歲 那時候五歲 很調皮啊 小男孩 調皮 就是最調皮的年紀 就是人家講說連狗都閒的那種年紀 那我那個德國房東很好 第二個房東不是跟我打官司那一個 第二個房東 他就說 哎呀你這個年紀的小孩調皮啊 你會打壞東西啊 我這個裡面很多家具是很珍貴的啊 你把我的杯子 什麼盤子 什麼打壞 打壞 他就建議你 我說你趕快去辦一個保險 有一種保險啊 你每個繳一點點錢啊 萬一你的孩子把我的家具打壞 保險公司會賠啊 那你就不用 不用被這個事操心啊 所以他也有這種保險啊 他有各種保險 所以西方那個保險分工得非常細啊 你想得到是他都可以幫你保險 比如說你開車當然有汽車保險啊 這個現在好像在中國也是這樣 不然你撞到人 把人撞傷了 你賠那個醫藥會會傾家蕩產啊 或者反過來你被別人撞 是不是 或者你把人家車子撞 要陪人家車子 還有啊還有 像我剛才被人家告 那種事情 其實我應該去辦一個保險 叫法律保險 因為你被告了 你要請律師嘛 我需要請律師來幫我嘛 打官司嘛 那請律師要付錢的很貴啊 你打個一年呢 我不知道付多少錢 如果你參加那個保險 保險公司幫你付律師費 所以你最好也去辦一個這個 法律保險 哎呀你各種保險啊 什麼他都想到 那麼我們這個生活 在這個現代社會裡面 你可以設想到各種危機 不是最近有一個 那個德國社會家 Werlich Becker 他講的一個風險社會的觀念 是不是 我們的社會就是個風險社會 你有各種的風險 你都要想辦法去預防 要加入各種保險 那這個態度非常合理啊 很理性對不對 因為你把所有的可能的風險 都估計到了 像我反過來問 你在這個社會裡面 到底有沒有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 為什麼 你總要想不到的風險 在你保險的範圍之外的風險 你不 風險到處都是啊 到處都是啊 這個叫做現代社會的吊詭 你一個人生活在這種環境 你不會真的感覺到安全 所以基本上現代社會是一個理性化的社會 可是理性化的結果 並沒有給人帶來真正的安全感 我反而覺得我們小時候 哪有什麼保險啊 哎呀 生了病就隨便啊 再去打一針 根本就自己付吧 哪有什麼風險 可是我們小時候哪有 沒有什麼風險意識啊 可是我們好像也沒有覺得特別 特別不安全 你這個社會這麼理性化 發展的這個樣子啊 所以現在社會在過度理性化以後 就產生反彈 所以難怪那些美國漢學家 特別喜歡理 因為這個理啊 不像法那麼冷 很冰冰的啊 那他們為什麼反對道德原則呢 因為道德原則是理性原則啊 所以他們特別喜歡儒家的理 認為理更適合作為社會的基礎 但是問題是啊 因為這些 其中有一位這個Roger Ames 中文名叫安樂哲 他很多書都翻成中文 你們可能有人看過 我就是你們看的時候要小心 你不要隨著他們起舞啊 他們的社會的需求 跟我們的社會需求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不是法治過多啊 是法治過少啊 他們是法治過多啊 我們是法治過少啊 不能隨著他們的起舞 我們的社會跟西方社會不一樣 我們的社會目前欠缺的是什麼 堅持原則與遵守法律的精神 是不是 我們這個社會很容易濫用同情心 很容易濫用同情心 因為這個任命的這個司法部長 叫Richardson 因為這個 因為有證據顯示是這個總統啊 派人去這個窃廳啊 所以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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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司法部長就任命了一個特別檢查 這個特別檢查官 叫康克斯去調查 那這個康克斯非常認真 我就查了快 快查出這個這個 這個後面的黑手來了啊 哇這個 你說受不了了 他就向那個司法部長施壓 說你把這個特別檢查官撤掉 照我們那個中國人的習慣 說你你既然是 Nixon所提拔的人 那他對你有要求 你應該回報他啊 所以他不公私分明 他說我絕對不換這個特別檢查官 那你一定要我換我辭子算 我告訴你 這種事情 我不曉得在大陸這邊會有什麼關係 如果在台灣啊 情況絕對相反 大家都會罵那個司法部長 說你這個人忘恩負義 可是在美國是朝野一片叫好 包括反對黨 說幹得好 在台灣現在的社會 一定說你忘恩負義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沒有 沒有現代化 你知道嗎 我想在大陸也差不多 是不是 我是推測啦 好 所以 就說忘恩負義 然後恩將仇報啊 什麼這種罪名啊 馬上就加在你身上 可是我們看剛才那個 討論那個順的那個例子 順不能干預司法 所以他不能叫那個高搖不要去辦他父親 所以順的很清楚 說得很清楚說 順不能干涉高搖去辦這個 辦這個鼓手 而且他要辭掉天子的大位 然後才能以私人的身份去協助鼓手 這個 這基本上是這個 還是公私分明的 這跟現在的法治精神是完全相互的 對 所以 所以 你想看 我們有時候覺得 這個 這個有什麼 搞權貸關係 什麼走後門 沒有嘛 是不是 所以你看這個 所以我們想這個傳統其實跟現代社會 他們之間還是有某種聯繫點 這個 你不能歸咎於儒家傳統嗎 你不能說 說這種公私不分的情況是儒家傳統 韓國的儒家傳統 我想比兩岸的社會都要強 可是韓國怎麼樣 兩個總統 全斗煥跟盧太渝 都被送到 下台也都送到監牢 還有那個 那個金大宗的兒子 在金大宗當總統所以送到監牢裡面去 他是儒家傳統啊 他們的檢察官有什麼精神啊 大丈夫的精神 這是儒家傳統 這也是儒家傳統啊 威武不能驅 也就是儒家傳統 三軍可奪帥也 批夫不能不可奪自也 儒家反對相怨 當你把那個什麼 腐敗啊 什麼歸主於儒家傳統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講這種傳統 你為什麼不講這種傳統 這也是儒家傳統 他也有這種傳統 你面對權勢 就是威武不能驅啊 所以 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 你透過一種重新詮釋 古代經典 還是可以發揮出正面的作用 來看 可能你要正確理解 你不可以誤解 不能亂講 或者亂猜 好像魚蛋那樣 亂猜 好吧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剩下一點時間給您聽 不說了 謝謝同學 謝謝同學 請問您 請問您 您是否有問題 您最有知意 要不要慢慢 您先講的東西 對我來的一件非常有啟發 但是呢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換一個角度來思考 首先第一點 您剛才講那麼多 您說對網絡 還有電視 似乎是一種機靈的態度 您說電視就少了接觸他們 但是現在傳播學理論 有一個非常基本的觀點 就是說 媒介是人的延伸 正是由於媒介越來越發達 所以我們這些理性的人 還有更多的能力 去認識那些未知的世界 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的確現在我們存在一種審美的疲勞 但是 我覺得我們至少也不會像中國古代道光環境那樣說 英國和俄國是否有陸入相通 的確現在網絡和電視存在這個問題 但是存在這個問題並不代表我們要去逃避它 就是說我們要去少接觸 甚至於不接觸 而是應該我們要去盡量去規範它 盡量使是能夠去克服它那些毛病 使是能夠成為我們的良識益友 與我們這些現代人能夠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 然後第二點 您說那個 含著那個 子為不隱退 子隱 首先糾正您的常識性錯誤 就是說 您說那個自證其罪 那個觀點跟那個 子為不隱付自己 沒有什麼關係 那個自證其罪它的理論出發一點 第二點就是防止刑訓逼供 防止證人 自己證明自己的罪惡 就是防止有誤萬機關令 正能守著逼供你承認你的罪行 沒什麼關係 然後第二點就是談到那個 子為不隱付為止隱 我是一個法學院學生 我也承認那個法律的確要人性化 但是我們發現子為不隱付為止隱 它存在一個什麼場合中呢 它是存在那個刑事法律關係中 而不是一般的民視法律關係中 不是說我們的罪能公民之間 它是能夠犯罪 什麼是犯罪呢 犯罪它不是一般的違法行為 它是存在有嚴重的這個社會危害性 它是已經挑戰我們這個社會 最基本的這個倫理道德了 而這個我們這些人 這些能夠知情的人啊 這些知情的人 就有一種社會的義務 作為一個社會人的義務 就是講出我們的這些話 講出的實情 這不是講假話 講實情 所以說您說有很多國家 它有所謂不隱付的 有所謂不隱付的 但是看到更多國家 它是說 你有這個義務 所以說你就是 應該去講自己的真心話 實際上這也有 這個社會 現在這個法律問題 不是很違背的 畢竟在有些坦克之下 道德它是不能夠替代法律的 第三點是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很多人的校文法 學德語都想去德國留學 就是說你能否有記錄一下 德國留學的經驗 那個 我簡單回答吧 因為第一點 你誤會我的意思 我不是叫你們不要上網 我自己天天上網 是不是 我不是要你們不上網 這個意思是說你對 你這個網路要有點警覺啊 因為 因為現在很多這個年輕人 一天上網七八個小時 我沒有說你們不要上網 你上網五小時可能就夠了 誰要三小時來讀經典 對不對 你天天上網 很多年輕人 像我這裡也有教書 很多年輕人 他唯一的知識來源就是網路 這個很恐怖啊 是不是 你也不看報紙 你也不看雜誌 你也不看報紙 你也不看雜誌 現在的學生 我不叫你們去 我們學生 有時候他連寫報告都靠網路 那離開網路他就不會寫報告了 那就是 因為網路也是個工具嘛 工具當然有便利性 有它的好處 這我完全不否認 我常常也從網路上面去找資料 可是你不能一頭摘進去就不出來啊 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 基本上跟你的意思沒什麼違背 我相信你也不是一天上網十小時 是不是 你如果上網十小時 那我就建議你少上網兩小時 讀一堂倫語 不是讀余丹那種文語 只要讀我們這種 那第二個呢 你說那個職在其中 我完全沒有聽懂說 我有什麼常識性的錯誤 這個 我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 這個 這個 論語那個職這個概念 是一個很特別的概念 在這邊 你也很難翻啊 我 基本上覺得它 有點類似西方所說的那個justice 不是有講說 以得抱怨何如嗎 他說何以抱得 以直抱怨 以得抱得 就是那個直的意思 就是 就是 當 父位之音 指位父隱的時候 你不能說這個是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 違背了這個正義 就是正義就在其中 其實就在其中 我理解是這樣 當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後來你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說那個 對 你講到那個 說這個 這個就那個刑事法 我講的全部是刑事法 那個 欺負狼陽 騎子 這個就是刑事犯罪 這就是刑事犯罪 這就是刑事犯罪 是不是 他 當然就是 就這個刑事犯罪來說的 所以 像剛才 孟子講那個 那個 骨手 殺人 那個也是刑事犯罪 殺人也是刑事犯罪 我完全在講這個 這個範圍的事情 那你說脫離這個範圍呢 儒家還有很多 比如說 他有時候會講說 父子之間不擇善 你父子之間 父子那麼親啊 你有時候 父親這個 這個直接教訓兒子 都會破壞 父子之間的感情 所以古人有一些 那個實際的 很實際的智慧 所以小孩子 要給別人 別人來教 義指而教 你 父親有時候太強硬了 去去教孩子的時候 會破壞感情 小孩子就不說 離家出走啦 他受不了啦 是不是 你很嚴厲的對他 然後說 離家出走啦 那反過來 你 父親做錯事 你怎麼辦 儒家有一套辦法 你就直接說 老爸 你這樣不對啊 他就跟你翻臉 他有一套辦法 你怎麼去勸 這裡面 他有一些生活的 那種智慧在裡面 當然這不是我們今天講的範圍 時間不多 還有沒有 同學 趕快抓緊機會 對法 老師您好 我想問幾個問題 那據說 當一當他出了 那不如 一個問題 因為你問幾個問題 時間就全部被占了 因為當初 那部倫典之號 把宏子的思想統得很高 之後 一個大的一個教授 突然出了一部上家旋 據說 宏子的角度來說 宏子是很高 但從現實的歷史的角度 給大那個教授 你連他的觀點就是 以宏子的上家旋 我想問幾個最商業所做 還是屬於血術其中 也就是說 對於這種問題 也怎麼看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除了看待 孔子 也就是孔孟之道的問題 我看過這樣的一個觀點 就是說 在海外 包括台灣在內 認為孔子 作用就是修身之道 但是在大陸 因為海外 包括台灣 他們認為孔孟之道 只能修身之道 不能用來祭國 所以我祭國需要的自己 年祖 也就是剛才你提到的是法治 但是目前在大陸來說 對於看待孔孟的主流 還是說孔孟是祭國 這個還是比較一個主流 也就是說 但是 他們認為可以治國 但是結合的比較好的 就是剛才你提到的韓國 韓國就這兩面 這兩方面結合的比較好的方面 也就是說 你對於大陸的那個主流 就是說孔孟哪來治國 也是怎麼看的 還有一個就是 不是問了一個 有 你問了幾個 哈哈 那就句話問題吧 好 剛才你回答前面那個 同學的問題 就要說了一個 就是說 有人問孔子 以德道歉怎麼樣 孔子說 以德道歉可以道德 應該是以辭道歉 是這樣說吧 對 我想問一個 比如說 比較有爭域性的歷史問題 那就是說 當日本被戰敗以後 是的 蔣介石說了 他 蔣介石究竟說了 以辭抱怨 還是說以德抱怨 有點比較平常的說法 就是說 蔣介石說了以德抱怨 結果來說 也就是說 基本不被挖去 你蔣介石的事了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感覺 我們會變了 有一種 就是說 所以說 我們的戰良可以欺函 但是如果他說 以辭抱怨 那就不存在 這個問題了 請問這些吧 謝謝 沒有 這很多問題啊 我也只能簡單 李林那個書 我前一陣子買了 但一直擺在那邊 我也不很想急著看 因為我聽 也是上網看了很多人在投論 但我基本上覺得 說孔子是上家之權 也未必是貶義吧 就是說 他本來就是這樣 我剛才碰到那些 講那些贏者 就是說 你會七七惶惶啊 這個 說上家之權 這個 這也是個事實 但是沒有一個貶義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講 李林那個書 到底有沒有這個意思 有沒有商業草作的意圖 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 這除非找他來餵 這不跟那個余丹現象 有點 這個 互相拉抬 他對出版社來講 有可能 他本能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沒辦法判斷 因為李林 不管怎麼樣 他跟余丹不一樣 他還是這方面的 這個學者 他變成這個外行人 外行人 那 那 我 是不是有這個花眾菊蟲之前 我現在沒辦法判斷 我現在沒辦法 因為我沒有好好看他的書 沒辦法判斷 那你 第二個講什麼 你說儒家傳統 這個 我基本上 不是認為我們今天看待儒家傳統 我一定要把他捧得神聖不可侵犯 我也反對這種態度 其實 因為傳統不是我們能選擇的 你說 哎呀 我不要傳統 它已經在影響你了 你沒得選擇的 你身為一個中國人 你沒有辦法選擇你的傳統 它已經在影響你 從你出生的那一刻開始就在影響你 用各種方式 有形的無形的方式在影響你 所以 不是我們要無要 問題是 傳統 你怎麼去 怎麼去繼承它 用什麼方式 用好的方式去繼承它 這是我們的問題 因為你既然不能甩掉它 你不能像衣服一樣把它脫掉 那麼你就要繼承它 但繼承用什麼方式繼承它 這是最理想的 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要做一個 透過一種重新詮釋 給它一個新的意義 你也不能照原來 因為原來那個社會 跟我們現在社會是不一樣的 我想是這樣 那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問題 你的問題 那個是口號 這個跟國公內戰是有關係的 如果戰後 蔣介石就統一了 那他不會以德報怨 他就以職報怨去了 因為那個時候 那時候國公內戰已經開始了 他是為了拉攏日本的勢力 那個是一個策略 所以你不要把它想著 它好像 它是一個很原則性的 不過現在這個很有爭議 現在很多人在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有一點是這樣 因為 以這個德國的經驗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為什麼出現希特勒 就當時的這個戰勝國 對德國太嚴苛了 他們要他們賠款 要他們賠款 非常多的賠款 搞到那個維馬共和國 都後來失業非常厲害 我看過那種紀錄片 一個女孩子就揹個牌子 就站在路邊 給我工作 任何工作 我都做 失業的那種程度 你叫他去賣錢他也去 只要給我工作 所以希特勒才會起來 就是因為你有這種 他會碰到那個30年代 那個經濟蕭條 所以希特勒就這樣起來了 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美國就得到教訓 所以他們很高明 用那個馬歇爾計畫 來扶持這個 扶持德國復興 所以他就走上民主的道路 所以這是比較高明的做法 還有時間嗎 還是就應該結束了 這一位吧 這一位吧 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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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哪一下 這間 這也是很大的問題啊 這個問題就是 不可能去中国话 这个是假的 我们在开玩笑 因为我是强烈批判这种 像民进党去中国话 我就讲一个例子 他们现在讲的所谓台湾话 我说就是泯南话 那也是中国的方言 你就不要讲了 是不是 那就真正去中国话了 你就讲英文 他陈水平又不会讲英文 这句话都讲不出来 你怎么去去中国话 这骗人的嘛 是不是 他们现在为什么要把泯南话叫做台湾话 这是我不断地写文章抗议的 我在讲这个泯南话的人 在福建的人口超过在台湾的人口 因为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 有一年我到泉州去开会 跟几个台湾学者 其中有个台湾学者就说 哎呀不得了啊 他们都会讲台湾话 我当时 口水都喷出来了 我跟人家讲泉州话 讲什么台湾话 怎么可能呢 就是跟我讲传统你甩不掉了 那个假议题 但是他会造成一些干扰 就让你很讨厌 他老是在那边骚扰 特别中小学教育 他老是在那边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骚扰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基本上不认为他做得到 但是还得让人家很不愉快 就是 好吧 你有时间吗 你们车子在外面等 好 各位讲座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大家